我個人認為是會有第八波 基本上楊金龍這次是豁出去了 他任期是受保障的 他說他絕對不會輕輕放下 台建是唯一的一個先進製程的哥吉拉 地表最強生物 但從深海上岸就代表大事要發生 最近的財報就是有一點要上岸的感覺 美國就推出總統候選人的頭像的餅乾 都是川普賣的比較多 我個人覺得好像已經沒啥懸念了 房價會不會跌啊 我倒覺得現在你可以稍微再等等 加班去你家你想要的隆地家 最近大環境改變了非常多的事情 比方說美國降席了 還有美國大選要悄悄的接近 再來就是今年居然有兩次共軍演習 到底我們的房市會怎麼走呢 我今天超級榮幸的請到我們的財經專家 穆華哥 大家好 學芭好 很高興上你的節目 大家好 會不會有第八波了 我個人認為是會有第八波 而且現在目前業界也都在傳說有第八波 我也有 最近這幾天 楊金榮總裁也出來講了 他說他絕對不會輕輕放下 因為先前不是有三個條件的放寬嗎 被大家解讀 就是央行開始在鬆綁 旅人的壓力也好 受到立法院的壓力也好 開始往後退 緊接著這個消息一出來 而且楊總裁自己親口講說 他不會輕輕放下 可見第八波應該是會出來 所以在12月的央行理監事會議之後 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央行 可能又有新的管制措施出來 我想說請歌預測一下 但我個人是排除升息 很多人講說 升息不就是一棒子 把所有房市的問題都打掉了嗎 也的確 其實我跟業界的人很多談過 他們認為升息其實最有效壓抑房市的一招 但問題大家要知道 台灣的整體房產的壽性 單是在房貸的部分就10兆台幣 那你升息的話 你會達到以待貨 那會造成民生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收入其實增加有限 那你在房貸支出增加上 會排擠到你其他的消費 持續住行 交費都是屬於內需的 那我們憑良心講 台灣的整體內需也不是說非常強 對 所以在這個考量層面上面 我覺得央行會去考慮這一塊 而且升息也會打到工商百業 大家都有這個貸款 那你基準利率一拉高 其實基本上所有的放款的利率都拉高 所以這對工商百業 或者說想要創業借錢去投資的人 都不是好事 所以我想這樣子 台灣經濟並沒有過熱的情況之下 用升息去壓抑房市 有一點殺雞用牛刀 刀子太大力了 殺雞用牛刀 這句話也是央行講的 你看到前面的七波 都是所謂的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所謂選擇性是什麼 就是它是針對房地產 選擇性的不是普遍的 那信用管制當然就是緊縮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它會採取同樣的動作 今年有兩次軍演了 以前1996年的時候 我聽說那時候的刑警是 大家都跑走 然後有人可以把資產移出去 移出去移民的移民 但是今年有兩次軍演 我看好像股市也是照樣 開出了好成績 然後房市還要打房 大家才會冷靜 哥你怎麼看 那與其說大家不擔心 應該說更多的情緒應該是無奈了 在這個時間 難道我就要把我所股票賣光嗎 我的房子賣掉嗎 應該也還不至於到這樣的地步 對不對 那至於說最早的時候 什麼台海危機 對 那種氣氛上面跟現在其實不同的 再加上其實老一輩的人 他們是有這種逃難心態 所以會去搶換黃金 搶買美金 當時銀行的美金被搶空了 正在派專機要從美國調美金回來 因為台灣的銀行基本 美金都被領光了 被換光了 那現在這樣的情況已經不見了 在國際的大環境下面 大家覺得說可能會有一種 國際秩序去解決兩岸 去維持它 解決兩岸或是維持兩岸的問題 而不只是兩岸單一的問題而已 在那個時候飛彈危機的時候 比較大家左眼的層面 在兩岸單一的問題 這個東西就是你跟我打架的問題 就是我們兩個的是 現在不是 是大家一起的事 現在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 整個社區的事 對 整個全球一體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會 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開戰簡單 結束戰爭難 我相信對岸也很清楚這件事情 你可能做戰爭的決定很簡單 但是你要真正結束一場戰爭 這非常困難 從烏爾戰爭 從雅哈戰爭 對 在這樣的狀況下我覺得 不容易真正發生戰爭 或者說現在台灣的終生代 也不像我們老一代那麼緊張 哥你怎麼說自己是老一代 對 因為 你也不緊張 我應該算終生代吧 你說我們的老一代 我的長輩 對 我的長輩那一代 他們真的會比較緊張 因為畢竟有很多 他們是從大陸當年 是被國共內戰逼過來台灣的 是 所以他們會有這種逃難心態 因為那個人生經歷歷程不一樣 對 那種逃難心態其實在 中生代或年輕一代身上已經不復健 但我們也有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好像很安全 那就是我們的系頓 台積電 你怎麼看台積電 台積電確實 全世界不可或缺 因為現在目前能做到這個 5奈米 3奈米 甚至未來進步到2奈米的 這種先進製程 台積電已經沒有人可以看到他車尾燈了 包括三星 包括Intel 甚至連電都已經不進程都製程了 Global Fungry更不可能 所以台積電是唯一的一個先進製程的哥吉拉 地表最強生物 哥吉拉如果一旦從深海上岸 就代表大事要發生 他是不是要上岸的哥 對他最近的 他已經弄出一個頭 他最近的財報就是有一點要上岸的感覺 對 好所以我覺得 台灣有這個哥吉拉 互助台灣 當然是個好事 但是你也知道全世界會擔心 台灣地緣政治的風險 是 他也去了日本了 他也去了德國了 甚至未來可能去中東了 美國已經設了好幾場 台電會 將來會在全世界開支三頁 這個也告訴我們說 台灣也確實要面對 所謂兩岸地緣政治風險 這種危機下面 企業可能要被迫到全世界 去做投資 然後去奮戰風險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況 當然這個對台灣來講 對台灣企業端的成本上升 營運管理的困難度上升 對台灣來講企業的資金出走 到技術的移轉 講實在的 或者是國際形象 各方來講不是太好 另外一方面其實哥吉拉 還是把他最核心的這個 製程留在台灣 對 我們可能需要去 長期深思熟慮這個問題 但是也還不至於到 說哥吉拉就要全面出走的問題 那美國長期有好多熱情湧出來 第一個影響到的就是 世界的股市都已經開始 哇 飛起來了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好 那長期 其實我們做一個想像 就是放水 你想想看水庫洩洪 水庫放水 水是不是到處流 他一定要找地方流 那水一定會往蛙地流 往低谷流 經濟會因為放水而相對就薄弱嗎 那收水就是要緊縮經濟 這是在所謂的央行的 貨幣政策上面的 調控的一個機制 那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水庫 當他放水了 再加上全球其他水庫也跟著放水 比如說歐洲央行也降息了 加拿大央行也降息了 然後英國央行也開始降息了 那亞洲甚至韓國央行也開始降息 那大家都開始這個降息 同樣的都大水漫灌的時候 那股市就成為第一個蛙地了 就是資金會進到股票市場 因為股票市場 它具備一個流動性最好的這種機制 所以資金很容易經濟很容易出來 那再加上放水經濟會好 所以股市通常都會往上 有一些利多的體財往上升 所以你看到台股也節節高升 美國股市今年也漲了超過20% 是往上升 歐洲股市even沒有漲那麼多 但它至少也漲了10%上下 那中國大陸最近也開始在放水 所以陸港股也可以從這個 之前的很低的地方開始往上走 股市漲多了 你可能覺得股票高了 你不會再進去股市 那你錢會進哪裡 有可能會進房市 所以我想央行也會擔心就是說 當股市漲剛到一定的程度 那全世界又在放水的情況下 會不會又推波助爛造成房市的往上升 央行當然 第一個它就不降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央銀行 它已經連續好幾次里堅市會議 維持利率不變了 亞洲其他央行已經開始在 這個逐步降息了 但是我們就堅持不降息 它會擔心一旦它降息了 那它前面什麼五波六波的打草房 都沒有了 就破功了 但是問題是錢會進來台灣 而且錢還搞不好進來了更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會有一個相對不降息 其他地方降息的一個利差空間 那這個利差就會造成一些境外資金的流入 那它會管控在 不讓它進入到房市這個階段 它會管控讓這些錢 停留在所謂的貨幣市場 股債市的一個部分 問題是還有一塊錢 它可能終究它是防不了 就是台商的資金回流 因為這幾年其實美中對抗之下 很多台商都從中國大陸賣場撤資 不斷到東南亞或者說回到台灣 你會發現其實台商資金回流是一個很大的 實質推升房市的一個很大的力量 因為據我知道有很多台商都是捧著現金 不貸款直接去買一些高價的房子 或者說不是高價的房子 他們也會買給小孩之類的 然後一時買好幾間 類似這樣子的台商的資金回來 其實這一塊是央行比較不能管到的 因為台商本來它錢出去它就有條件回來 那假設說它在一定合法的條件下 投入房市央行也很難管控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當初行政院有一個方案 就是鼓勵台商資金回流 有一個五年的方案 那這個有一個稅付上面的減免措施 可能過去的法規上面的一些鬆綁 那那些錢回來有個五年的禁止進入房市 那今年剛剛好第一波的五年到期了 Total我統計過大概有幾兆的錢 這個幾兆的錢呢未來都會陸續解禁 這個會是一個我覺得後面央行可能它管不到的地方 美國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 美國降息我們就降息 然後我們這一次算是很特別 就沒有跟進這樣 那它接下來要怎麼辦 那央行我覺得它遲早會降的啦 因為它不可能逆全球的利率趨勢 但它可能會晚降 同時採取緩降 所以緩降呢就是今年我覺得它 第12月的禮監市會議降息的機率不大 甚或明年上半年有兩次 3月跟6月的禮監市會議 我覺得 你當年也不會嗎 對我覺得降息的機率也不大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不會在半年內 就立刻寬鬆貨幣了 那再加上台灣的基準率率其實也沒有很高 我們現在要2%左右 跟美國在5%這麼高位比起來 韓國在3.5%現在下降到2.5%比起來 其實我們都差了好幾個百分點 所以我覺得央行基本上 也沒有那麼大的一個降息的空間 但是中長期而言呢 如果台灣經濟一旦有這個比較差的表現 GDP下去 我覺得央行後面還是會拆取貨幣寬鬆 因為畢竟現在全世界趨勢這樣 是 可能在明年下半年 下半年我覺得就 就是第三季或第四季 對就有機會 那當然在這段時間 他還是會觀察整個房市的情況 房市有沒有趨緩這些 我覺得他會做一個整體政策的考量 基本上楊金龍這次是豁出去了 他豁出去了嗎 對我覺得他是豁出去了 因為他這次很話說盡 我相信他自己本身壓力很大 我相信是 他承受的壓力各方面都很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既然已經豁出去了 他不可能那麼快就掉頭了 對 他應該還會再堅持一段時間 對 再加上央行總裁有任期制的 所以他任期是受保障的 所以他可能要活出去 立其功於一億這樣子 對 那當然至於能不能打下來 也要看整體的環境面 我覺得這個東西變化 變數還是蠻多的 講到變數很多 我就要馬上再追問穆華哥一個問題了 美國大選要到了 你怎麼看 美國本地 他們會有這種 Bakery這種 所謂的麵包店 對 他們會在每一次美國總統大選前 就推出兩黨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的這個頭像的餅乾 這個川普 或者另外一邊就是這個賀錦麗 那看看到底 這個誰的餅乾賣的比較多 但是這一次的餅乾 現在賣出的情況 差距非常的大 川普的餅乾賣出去的情況 比賀錦麗多出了非常多 重點是 那個麵包店在哪裡很重要 因為美國決定結果的是 七個搖擺州 像二孩二州 冰州 這七個搖擺州 這兩家麵包店 剛剛好一家在冰州 一家在二孩二州 哇實在是好刺激 結果這兩家麵包店 出來的餅乾結果都一樣 都是川普賣的比較多 而且都多出非常的多 我個人覺得好像好像已經 沒啥懸念了 美國總統大選 不管民主黨共和黨當選 我覺得他對中對台的政策 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呢 川普這個人做事是比較好 完全美國利益至上為主 他是商人 你也知道他強調要加增關稅 這件事情 恐怕如果是真的一旦成真 普遍性全球加增10%關稅 包括台灣的半導體 這個對台灣的出口貿易 會造成蠻大的影響 但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不容易一下就做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川普當選其實對美國的企業是有利的 因為他的政策就是放鬆管制跟降稅 沒錯 那民主黨本身來講 是比較強調監管大政府的 對 共和黨比較強調小政府 所以 這兩黨的性質不太一樣的情況下 如果說就美國來講 其實企業可能會比較歡迎是川普 是 包括他對比特幣也是要採取放鬆管制的態度 另外對銀行 醫保行業都是要採取放鬆管制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美國企業在降稅下放鬆管制 會是比較歡迎共和黨的 但美國的高科技業可能比較傾向於民主黨 另外就是說在對中政策上面 我覺得不管民主黨共和黨還是會採取 對中強力緊縮的政策 對中強力緊縮就會導致我們剛剛所講的 台上的資金再回撤 然後另外也導致了就是說台灣的科技業可以在 對美國對中警縮下面呢 站到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因為資金會進來台灣 然後科技會在台灣生根 美國也會比較強力地扶持台灣的科技產業 去替代大陸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川普四年然後拜登四年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八年的時間 台灣的科技業是撿到了槍了 撿到砲了 對 是啊 所以這個情況我覺得對台灣來講應該這個 這個狀況不會太大的變化 還是會持續下去 哥你怎麼看金融第七波大方 因為他其實有提到說他想要以日本泡沫 跟美國次貸危機當作是一個借鏡 你怎麼看 08年那時候次貸風暴也的確是房產所引發的 美國金融的危機啦 不過呢 他其實根源不在於房產 根源在於呢 過度的房地產的投資 導致了房價不合一的飆升之後呢 那一些他其實沒有能力去買房購房 而是投機的情況的人呢 才悟出了問題 而造成了整個金融連鎖反應 所以史稱次級房貸風暴 所以次級就是不是優級的嘛 至於說在對比日本的房產 那時候應該是1995年那時候 整個日本房產的潰敗 當時其實原因也很多 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股市大幅上漲 整個經濟最後到無法支撐泡沫的一個狀況 造成了所謂的股市房市 包括惠市的三市的泡沫 當然大家會把這個事情聯想在一起 就好像台灣現在房產是不是也要崩了 就是覺得說新清安是不是也有點像這樣 好那新清安一般來講是首購族 那當然有可能會是被人頭戶利用 那這兩種情況要把它分開 如果是首購族正常工作 然後真的是有剛性住房需求的 我覺得新清安其實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政策 他是提供想要買房的人真正有條件的人 他們可以在政府的優惠利率 以及相關的銀行提供的貸款下 去買到他們要住的房子 那就怕說新清安被濫用是人頭戶炒作 投機客譬如說你沒有房子請你去買 然後將來再轉換給他 或者說再賣出之類的 反正他們有很多手法 或者說買了然後拿出去出租 等到幾年後房價上漲再賣掉 類似這樣子比較投機的心態 我覺得這樣對新清安來講 當然就是一個不好的 不過回到我們剛剛的問題 整體而言我覺得楊金龍這一次的打房 確實對房市造成了滿大的壓力 但是如果我們就把它當成是美國金龍海嘯的翻版 或者說日本房產泡沫的翻版 我覺得有一點點那個包袱太重了 我覺得台灣房產還不到那樣的狀況 因為第一個台灣的銀行受信 其實在房地產上面是滿嚴格的 據我知道銀行是不會隨便亂貸房貸的 因為銀行他自己本身也要保障他的自己的金融安全 而且房子抵押權是在銀行手上的 第二個台灣現在目前即使有房市比較大的壓力 但是股市跟會市我看起來目前狀況還好 但央行基本上他的做法利益上面 我覺得他是防範於未來 也不能說央行錯 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上面 他本來就應該在事情還沒有發生 他看到有危機 有這種苗頭或者火腫的時候先把它撲滅 第一個越燒越旺的房價 第二個是不是有過度的炒作的問題 就我們剛剛講新清安有過度被利用 人頭戶或者說買來去租的這樣的狀況 我們看到銀行確實也查到一些這種違約的案件 另外就是建商的心態是不是也太過高漲 包括地主的心態是不是也太過高漲 還有就是說整個銀行的放款 會不會在房產單一項目上也是有這樣的問題 單一房產已經佔比大概36% 7%了 將近四成的銀行受信全部都是在房產上面 萬一房產一旦真正發生了崩盤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說整個危機的問題 銀行的整個金融體系會承受不住 我想央行站在金融主管機關的立場上 防範於未然 先期把房市降溫 這種心態上面我們個人也能理解 觀眾都好想知道房價會不會跌 因為他們都會怕時間錯了 我買貴了這樣 我倒覺得現在你可以稍微再等等 因為央行這一次還有第八波 然後房市還有一個農曆年前後一個 可能那時候交易會比較清淡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時間上面 也許你沒有那麼急迫的剛性需求的話 倒是可以先緩一下 看看狀況 常常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說台灣房價什麼樣的狀況下會回答 第一個就是兩岸之間 萬一有個什麼不好的事情 不是只有軍演而已 有擦槍走火 搞到真的國際沸騰 全民緊張 第二個就是台灣發生了金融風暴 可能銀行體系的資金面出了問題 或者說股市出現了一個大幅的崩盤 半年內出現了一個1萬點的下跌 哇這嚇死了 絕對會動搖到房市 股市跟房市是連動的 當然發生這樣子的一個幅度的下跌 在這麼短的時間 有可能是非經濟因素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房價 真的要靠人為壓抑 其實政策壓抑上很困難 因為台灣的土地面積 資金環境 就是構成房價長期推升的宏觀因素 台灣的貨幣存量太多了 我們有60兆的M2 每一年5%年增 一年多3兆貨幣出來 這些錢不留股市留房市留去哪裡 不會因為短期資金缺乏要去賣房 這種動機不具備集體性的 沒有集體性的 這種不理性的抛售的話不容易 好我覺得我們的觀眾有一點傷心 不過那個莫華哥還是告訴了我們 那我應該講房價會大跌嗎 沒有但莫華哥之無不言 告訴大家很多事情 然後如果大家有各種問題 或是題目很想要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我們就會為你們做一集 然後今天謝謝莫華哥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